他在食堂打饭从来不要菜 同学问他 你同学看不下去 把自己的土豆牛肉倒给他吃 男孩名叫月书丽 是一个来自大山里的孩子 因为家里穷买不起作业本 他上学三年从来没教过作业 又是你 上学三年了 我就没见你教过一回数学作业 老师决定考考他 你把供乎定律给我备的 A方加B方等于C方 也就是说在指教三角形中 两指教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老师被他的回答震惊了 原来自己还有这样的好学生 放学后他把书丽单独留下来 给了他一张卷子让他做 结果一转身的功夫书丽就做完了 徐老师核对答案竟然全对 要知道这可是中学生数学竞赛的卷子 毫无疑问书丽是个不书的料 徐老师是村里唯一的数学老师 老婆拉他看电影 他心里只惦记着看书 老婆晚上关灯睡觉 他打着手电筒还要看书 村里的人都笑他是徐瞎子 说他一辈子也走不出大山 他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书丽身上 决定好好培养这个学术学的好猫子 他来书丽家了解情况 结果看到书丽和继父扭打在一起 原来刚刚书丽放学去帮母亲干农活 却发现母亲额头上有瘀青 他知道又是继父打的 于是回到家找继父算账 徐老师说明了来意 他把书丽做的卷子拿给你 一百分啊 是一百分 这是全市数学精英预选赛的试卷 答题的就是书丽 校长决定让书丽代表学校去市里参加比赛 爷爷听后高兴极了表示支持 可书丽却不以为然 现在正是家里农活最繁重的时候 为了帮家里减轻负担 书丽旷课到地里除草 徐老师得知后非常气愤 上去就是一脚 花你两句 你上餐了 徐老师掏出数学比赛的准考证 可书丽压根不接 说自己还要除草 这时刚好遇到几个逃课的学生 徐老师便让他们回家拿锄头 一起帮书丽除草 让他腾出更多的时间学习 徐老师一边干活还一边向他提问 最后那道提的答数是多少 我 此后徐老师逮住机会就帮书丽不息 邻居买了新电视放在村口也不许书丽看 臭牌子 这句话被书丽深深记在脑子里 转眼到了考试这天 由于山里交通不便 他们想要搭乘村里卖南瓜的拖拉机进程 为此徐老师还买了他一个南瓜 车主这才同意烧上他们 徐老师在车上给书丽打气 没等徐老师说完他就被颠下了车 他急忙爬起身追赶车子 可车主根本听不到 于是徐老师让书丽一个人先去考试 书丽好不容易抱着南瓜来到考场 却被监考老师拦在门外 他掏出自己的准考证给他们看 山里来的 山里来的 回去吧 回哪儿去啊 回山里啊 我还没答卷呢 老师指了纸墙上的考生须知 迟到半个小时就不能再进考场 你都迟到45分钟了 可我还没答卷呢 监考主任得知情况后 给了他一份试卷让他在考场外答题 自己亲自监考 90分钟的考试时间 书丽只用了一半就答完了题 赶来的徐老师看完卷子后非常高兴 不错 可突然又感觉不对劲 你怎么把卷子带出来了 书丽解释说因为迟到人家不收 徐老师怒气冲冲带着书丽冲进办公室 老师说按规定这卷子我们不能收 你们这些吃饱车子没事干的人弄出那么多规定来 这不行那不行 咋样行啊 谁规定这些孩子 就必须得在比你们想象恶劣15倍的情况下念书 求学 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些孩子长大了 能为社会做出点贡献来 这机会怎么就不给我们呢 监考主任被徐老师的话打动了 他给书丽的卷子打了分数 100分 虽然这次不能收下他的卷子 但主任鼓励书丽明年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这孩子 我服 什么课 奥林匹克 世界比赛 但旁边的女老师一脸嘲讽地说 那是奥林匹克 你带着阳哥赛呢 徐老师自信地说道 甭管什么课 我们上定了 回去的路上徐老师压抑不住心中的喜悦 他问书丽如果得了金牌你想干啥 书丽说会卖了 买好多书 苗让爷爷把山上的树全栽满了 老小子 有孝心 再给你买一台340寸的大宅店 原来徐老师无意间说的话 竟被书丽一直记在心里 晚上看着电视里运动员夺贯的画面 徐老师热泪盈眶 他按下决心一定要把书丽送出大山 马上到了中考的时候 继父想让书丽报考个小中砖 早点学门手艺补贴家用 说邻居家的孩子开了个家电维修店 都挣了台拖拉机了 可自己家的光景却一年不如一年 徐老师得知后找上门劝说继父 这么好的苗子考中砖 简直是在残害人才 可继父根本不听 还把徐老师关在门外让他吃了闭门羹 徐老师偷偷带着书丽去参加中考 还帮他填报了市里的重点高中 很快考试成绩出来了 书丽很争气考上了是重点 可5000块的学费像一座大山 压得父母喘不过气 继父气得当场摔了手里的南瓜 你干啥呢 干啥 我不过了我 爷爷得知后冒雨上山砍树卖钱 这可是他守了一辈子的树林啊 书丽也跑到石料厂干活去了 徐老师得知后当场给了他一巴掌 他让书丽安心看书 自己则装起了石子 家里东拼西凑也就凑了2000块 徐老师回到家和老婆商量 能不能把家底拿出来先借给书丽 老婆也很开明 他知道徐老师爱惜自己的学生 于是早早就把钱准备好了 徐老师半夜把钱送到书丽家 看到家里为了自己上学如此为难 懂事的书丽告诉爷爷不想上了 气得爷爷脱下鞋子就给书丽一顿打 打着打着爷爷就心疼地直掉眼泪 爷爷不许书丽再说不上学的傻话 爷孙俩就这样抱在一起 马上就到了开学的日子 书丽换上一身过年时才穿的干净衣服 母亲没有说话 她弯下腰寒泪擦着书丽的新脾气 而行千里母担忧 母亲站在村口目送着书丽 书丽拎着编织带来学校报报 别的学生都有父母陪伴 只有书丽一个人默默扛着醒来 她与周围的环境写得格格不入 新学期刚开始 书丽就发现了和城里学生的差距 虽然自己数学很好 但英语和计算机却完全不懂 她只好趁别的同学睡觉时 借人家的复读机努力学习英语听力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她打饭时只要米饭舍不得吃菜 好心的女同学打来土豆牛肉 壁鼓脑到进她的碗里 两人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他们一起讨论电脑 当得知书丽对电脑一窍不通时 书丽却不以为然 她觉得电脑并没什么用 直到这天女同学找到书丽 说她利用电脑解开了一道很难的数学题 而且有七种不同的解法 这让书丽眼前一亮 第二天她就跑到危机房学习 但机房的电脑是收费的 一小时三块 没钱的她就用自己的饭票和同学换钱 互联网帮书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很快她就学会了自己做网站 这天徐老师来学校看望书丽 不小心被学生撞到 核桃大枣撒了一地 引来不少学生围观 他们都想买些尝尝 于是徐老师便用这些山里的客厂换了些饭票 路过的书丽恰好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湿了眼眶 徐老师把饭票交给书丽便转身离开 书丽追了过去打算送送老师 结果看到徐老师在公交车站啃着馒头冲击 她再也忍不住了泪流满面 她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来回报老师的恩情 书丽利利用课余时间找了份卖苦力的兼职 帮人搬家勤工俭学 可这份工作并不简单 她不小心摔碎了客人的鱼缸 同学们知道后凑钱帮她赔的鱼缸 可这个倔强的少年不想拖累大家 她决定回到大山里 她向同学们鞠了一躬便踏上了回家的路 看到书丽回来父母没有责怪她 就连对她寄予厚望的徐老师也是默默陪着她 他们知道书丽心里装了太多委屈 这天学校收到一封邀请信 就是上次市里说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这让徐老师重新点燃了希望 可书丽这次却斩钉截铁地说不去 继父知道书丽怕给家里添负担 于是想到一个极端的方式 她当着书丽的面跳进一个石灰池 如果书丽不去参赛 她就烧断自己的腿 见此情景书丽只好答应 徐老师站在村口送别书丽 她带走所有人的期望 踏上了参赛的道路 路上她看到一个老外扶起摔倒的小男孩 舒丽也为自己打气 你是勇士 你很坚强 就这样她代表国家走上国际赛场 她的名字也出现在了个大报纸 最终书丽获得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冠军 她成了全村的骄傲 徐老师挨家挨户地通知每一个人 仿佛得奖的人是她一样 不久后舒丽回到村子 村长提前给她举办了灯会 大家像过年一样热闹 舒丽看见人群中的徐老师 笑着笑着就哭了 这是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 像舒丽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 他们在简陋的校舍里学习 他们渴望知识 但家庭的窘迫让他们不得不放弃 或许只有真正走出大山的孩子 才能知道走出去是多么的不容易